這就是我們說的秘理 鳳梨的生長過程有四大階段 第一是鳳梨的種苗 第二的話就是種了將近快一年 我們來摧花 第三的話我們就是摧完花 它大概一個多月就會長出鳳梨baby 紅紅的 然後它會開紫色的花 再來就是中果型的時候 到大果我們要套一個紙袋或者戴帽子 我們稱為戴帽子或穿雨衣 主要是讓它夏天防曬冬天防凍傷 然後再來就是準備要採果 所以整個生長過程是一年六個月左右 這就是標準的金鑽風 這是屬於台農十三號甘蔗鳳梨 它的特色就是冬天甜度很高 但是它還有纖維很粗 一般來說的所謂的十七號金鑽鳳梨 叫春蜜 三到六月最好吃的 金鑽丸就是下果就是牛奶鳳梨二十號 二十號台農二十號 它是果肉是白色的乳白色 所以顧名思義叫牛奶鳳梨 特殊風味 然後再來就是二十一號黃金品種的鳳梨 OK 那還有一個最新品種 就是人家說西瓜鳳梨 西瓜鳳梨 西瓜鳳梨 你看它的葉子 有一摺一摺的 有一個粉白色一摺一摺 它人家說 南瓜 或者稱為西瓜鳳梨 西瓜鳳梨來 來 土鳳梨它就是有甜有香有酸 它口感三种都有 所以你改良过的话 它就有甜没有香没有酸 像现在在台湾做凤梨酥的话 就要用土鳳梨 因为土鳳梨它有比较有纤维 可是改良过的凤梨 它的纤维就0.5到1公分而已 像我们土鳳梨有6公分半至7公分的纤维 所以它一剥开 线就粘在一起 所以做凤梨酥一定要用这个凤梨来做 它才有一个酸的味道 像这样结果就很好出来 现在凤梨酥热在水果 现在天气比较凉 气氛比较凉 假如凤梨要炒出的话 就7月8月这段时间最好吃 干了 赞了 酱油 小酱油 脱麻 鹰 酱油 酱油 齒!齒!齒! Fi! 齒!齒!齒! 齒!齒! 下面的話擋住 做一個支架 Sean, this little toutes them 赤下去 合下去 哦 JOSH favourite 聽到聲音 就先复活到 再把它的 哦 清潔的水 要拿起来 死你 他刚才就这样 我觉得拌这个真好 再一张 哇 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